第13题,13-16题是题组 逸琳上完李化老师所讲的造化反应 决定DIY现在正夯的手工罩 逸琳在网路上查到所需的材料、工具及做法等 可以自己选用喜欢的油脂、精油等 并可改变一下反应后是否剩下油脂来护肤 一般而言,自制手工罩虽叫好工好食 但是用起来比市售的肥皂品质好 还可以制作透明的手工罩里 另外,伊林也查到可直接买来造机已造化过了 直接融化后加入染料、香精、酒精等 倒入模型冷却即形成透明具香味的手工罩 伊林将家里制作油炸料理后 每每会遗留大量的食用油、弃之可惜 动手DIY将回锅油再利用制成环保水工罩 还可以把家中不用的布丁杯当作肥皂模具 取得肥皂后压在布丁杯成为小花形状的肥皂 送给自己的好朋友当礼物 一起来动作实行居家零废气运动吧 我们的13题是问 伊林在制造肥皂的过程中 造化反应为脂肪加氢氧化钠 产生脂肪酸钠加甘油 造化完成后加入饱和食盐水 使甘油和肥皂分离过程叫做盐锡 它的原理和下列哪一项分离物质的原理相似 我们的盐锡就是利用我们的肥皂不容于饱和食盐水的过程 让我们肥皂跟甘油分离 选项A分离出原理的盐和泥沙加水 就是让我们的泥沙不容于水 盐会容于水让它分离 所以跟我们的盐锡的做法是类似的 选项A是对的 选项B分离红墨水中有色物质和水 蒸6是利用肺点的不同把它物质分离 所以跟我们的盐锡是不同的 选项B错 选项C分离红豆和水沙网 这个纯粹是利用颗粒大小不同将物质分离 所以也跟我们的盐锡的做法不同 选项株分离出原水溶液中的杂质和食盐水溶液 氯子过滤 这个氯子过滤因为我们加水溶解 有所谓的溶跟不溶的问题 但是氯子还有所谓的颗粒大小的问题 所以不单纯就是只是溶跟不溶 跟盐锡还是不完全相似 所以选项株也是错的 因此第13题问我们说 它的原理和下列哪一项分离物质的原理相似 我们答案选的是A 分离粗原理的盐和泥沙加水 好